《出身率創三十年伸低,香港恐變全球最老城市,判囚大陸科學家獲高財通簽證引熱議, 巧合,民主黨晚宴再度被逼取消,警方南大嶼公園,遺留滿地催淚彈碎片。 港府統計署近日發表最新數據顯示,2021年生育率跌至過去30年來的新低, 而據聯合國人口分析,預計在未來30年內,香港會成為全球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。 港府統計署出版的《香港人口趨勢1991-2021》顯示,香港的生育水平在過去30年大致上呈現下跌趨勢, 總和生育率由1991年的每1,000名女性相對1,281個活產嬰兒, 下降至去年的772個,去年只有36,953名嬰兒出生,是過去30年的最低。 婚姻趨勢方面,持婚情況在香港十分普遍,去年初婚新郎和初婚新娘的年齡中位數分別是32.2歲和30.6歲。 在1991年,相應的年齡中位數分別是29.1歲和26.2歲。至於去年登記結婚數目只有26,899宗, 數字是過去30年來最低,較2016年的508宗,減少近半。報告也提到, 港人的年齡中位數由2016年的43.4歲,上升至去年的46.3歲。相信與出生率低和壽命延長有關。 而港人平均預期壽命上升,男性為83.2歲,女性為87.9歲。 另外,根據聯合國人口分析,日本是目前全球最高齡國家,65歲或以上人口為29.9%, 然後依次為意大利24.1%,芬蘭23.3%,波多尼國22.9%,葡萄牙22.9%, 以及希臘22.8%。分析預計,在未來30年內,65歲和以上人口將翻倍,到2050年達到16億。 當中,在擁有超過100萬人口的地區裡,香港預計在2050年會成為全球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城市, 將有40.6%的人口為65歲或以上。其次是韓國,39.4%。 日本是37.5%。聯合國表示,人口老化是全球趨勢,人口老化的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, 是確保經濟能支持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的消費需求,提高老年人的經濟保障。 港府為搶人財,去年底推出高端人財通行政計劃,高財通。 支援全球和大陸高收入和頂尖學府畢業生。 港媒21日踢爆大陸因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非法行醫罪性, 判籌3年的科學家何建輝日前申請高端人財通行政計劃成功獲批。 港府最初回應事件時,說高財通申請人不須申報犯罪紀錄, 但同日晚上則改口說,將從翌日起要求申請人, 需在電子申請表申請是否有刑事定罪紀錄。 隨後港府在深夜發稿,指入境處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, 入境處處長依法宣告簽證無效,將進行刑事調查。 據《明報》21日報導,陳恩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引發軒然大波, 在大陸非法行醫罪成判籌3年的科學家何建輝日前向該部承認已獲批高財通, 離港後會從事刊見遺傳病基因治療的科學研究。 對於大陸服刑紀錄是否影響高財通的申請, 是否繼續研究改造基因嬰兒和是否會長留香港, 何建輝沒有正面回應,說香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城市, 我看好香港的前景。何建輝還向《明報》透露, 他目前在北京正準備開始聯繫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, 等到聯繫到工作單位才會來香港。 勞工和福利局長孫玉鑑最初回應事件時說, 不評論個別個案,但承認目前申請高財通事, 無需申報刑事記錄,又說簽證的最後把關者為入境處長。 不過,孫玉鑑21日晚在Facebook表示, 政府高度重視近日社會有關高財通計劃申報要求的關注。 入境處調整申請流程, 22日開始申請人須在電子申請表申請是否有刑事定罪記錄。 入境處也會要求以遞交但未批出的申請的申請人補交相關資料。 同日深夜,港府發言人再度表示, 入境處經檢視有關申請後, 懷疑有人以虛假陳述獲得簽證,進入許可。 入境處處長已依法宣告其簽證許可無效, 並會進行刑事調查,已做更進。 事件引發全港關注。 有網民說:「好恐怖,香港淪落致詞,無法無天。」 也有網民形容:「高財通,奴財通,最後都變了奴財通了。」 立法會議員迪志遠認為, 審批高財通應同時考慮申請人的素質和誠信, 不應盲腸人。如果有個案在其他地方有刑事記錄, 港府應審診處理。 時事評論員,前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對自由亞洲表示, 申請者無需申報案底是港府的漏洞, 恐怕令香港成為犯罪者的一條出路。 事件同時亦反映港府的做法只是急就張, 一想到就就,而不是整個政府從不同角度去考慮一個問題。 何建斐任職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時, 宣布研究團隊利用人類悲胎基因編輯技術, 成功比對外肢病免疫的雙胞胎女嬰露露和娜娜出身, 引起極大醫學倫理爭議。 何建斐和另三人在2019年12月被裁定非法行醫罪成, 判監三年同罰款300萬人民幣。 去年4月,他刑滿出獄後, 在北京成立何建斐實驗室, 從事罕見遺傳病的基因治療研究。 另外,根據香港入境署網頁資料, 高財通申請可獲考慮批准的條件中, 包括申請人沒有任何已知的嚴重犯罪記錄。 民主黨原定在21日晚, 在葵方一家酒樓舉辦出名晚宴, 但酒樓下午突然通知, 因突發工程而無法提供場地。 這是民主黨兩年來再度被迫停搞晚宴。 這次民主黨晚宴, 屬黨友同友好聚會, 不涉及籌款, 而且一直對活動資料和地點保密, 為民主黨相關人士, 下午到場安排時, 酒樓的負責人以維修會氣為由, 表示今晚無法提供服務。 民主黨主席羅建希說, 對酒樓在晚宴前2小時, 突然通知無法提供場地感到十分遺憾。 他透露,此前尋找場地已困難重重, 早前在上個月已被已承辦的酒樓推阻, 後來再有酒店願意承接舉辦民主黨晚宴後, 在晚宴前2天又突然單方面宣告需要緊急維修。 羅建希質疑, 沒有想到簡單的聚餐也會遇上那麼多巧合和困難, 並指社會各方都應該思考為何會那麼巧合呢? 為何會有這樣的氣氛? 這樣的氣氛對社會有什麼益處? 前主席劉慧卿亦直言, 這就是行政長官李家超想說給國際社會知的香港故事? 民主黨近年經歷反修例運動和疫情, 一直沒有舉辦出名晚宴。 去年7月, 民主黨亦曾預定離一家酒家, 舉辦年度籌款宴。 但晚宴前數天, 民主黨接獲酒樓通知, 指場地附近出現群組確診, 必須關閉清潔, 不能營業。 因當時很難找到替代場地, 民主黨不得不押後活動。 港媒21日報導, 警方早前在屬於南大嶼海岸公園的大亞洲演習, 現場遺留大量使用過的催淚彈碎片。 警方承認曾在當地演習, 但沒有回應會否負責清理遺留的碎片。 據HKFP報導, 他們派記者到南大嶼海岸公園, 發現其中一個索古群島滿地都是, 曾經使用過的催淚彈碎片。 而當風吹過相當地區時, 也能夠檢測到催淚氣體, 對當地身體具潛在危險。 除催淚彈碎片外, 記者在距離海邊數咪的地方, 還發現有手紮式催淚彈碎片等。 而記者去年11月曾到訪現場, 並沒有發現相關碎片和燒焦的痕跡。 警方回應證實, 曾在當地舉行演習, 但未直接回應會否清理這些演習殘骸。 據悉, 催淚彈會釋放有毒氣體, 包含可能導致廢積水的鹽酸氣體。 劇毒且致命的懲罰卿和疑惡嬰。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, 警方履意催淚彈驅散示威者, 數量多達1.6萬枚, 刺激煙霧4週來萬, 遺留的殘留毒害, 亦一度使民眾人心惶惶。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。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,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。 多謝你的收看,再見。